Hello 大家好 前兩晚清茂口岸逼得水洩不通 幾千人逼過關 今日治安景扎行馬 又派了巴士 不過冷清清 散了水 至於另一邊廂 大批人士經關閘口岸離境 鞏北始終是天下第一關 關閘廣場外圍一帶零售店鋪 人流依然暢旺 巨水馬龍生夜火紅都不得了 和大家報下最新行程 最受歡迎的當然是國酒茅台 今日的貸費已突破400元 去到410元 其他紅酒威士忌有便宜有貴 貸費由七八十至二百多元都有 封劍遊人釋除尊便 除了酒類外 還有其他日用品、食品 很多選擇 開屯了 開屯了 愛果園又翻一水 馬拉彭亨州 正宗貓山王A果 是A果 經過嚴格挑選 隻隻椎圓形 果肉飽滿 空雲來澳門 新鮮到不得了 有興趣快快手落單 另外中秋節快到 美心月餅 奇話月餅 還有名牌半島月餅 內地人都很喜歡吃 帶一盒 25至30元 人們通常都是帶兩盒 至於美裝產品方面 素顏粉 有10元 有20元 潤膚油 18元 聽資深水客說 酒當然不可以天天帶 但日用品 一兩件還可以 婆子退休 帶幾樣東西 收拾一百幾十都OK 再加上政府的養老金 應該都疲了 今天現場所見 也有警員在巡查 偶爾查外勞證件 問他做什麼 因為酒水是社會上某些人 尤其上年紀的人的謀生方式 現在也有不少人失業 靠酒水維生 所以有些意見都認為 不如將水客正規化、規範化 登記 像自由職業者那樣 納稅 哪些帶得、哪些不帶得 說清楚 帶的份量不要超過多少 超標 或者帶不應該帶的東西 當然是拘捕你 規範化 他們找到一口吃 政府有義監管 不知道這樣可行嗎 大家認為呢? 好,這集就先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掃片尾截圍碼 謝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Bye